美国海军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艦桑普森号 星期二4月26日穿越了敏感的台湾海峡 美国军方说这是一次例行的活动 美国第七舰队的一份声明说 桑普森号驱逐艦穿越台湾海峡 是根据国际法进行的一次例行活动 盖纳穿越台湾海峡显示出 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 这份声明说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 飞越航行并执行任务 美国海军说上个礼拜桑普森号上的水兵 参加了一次查访登船搜查和扣押演战 这是盖纳在第七舰队执行的任务的一部分 中国军方指责桑普森号驱逐艦穿越台湾海峡 并指美国军方作出这个宣布是公开炒作和挑衅行径 中国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毅星期三是一份声明中和 美国此举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桑普森号是第21驱逐艦中队的一部分 主舰为尼米兹级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对舰队的追踪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目前正在菲律宾海活动 这个航母打击群和桑普森号于1月3日启程前往预定的部署地点 北京视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一个众有待统一的省份 并未有排除武力收复台湾的可能性 过去两年来 北京多次派军机侵扰台湾防空式别区